商业里面经常会犯的错误有哪些 我举一个例子 第一个呢 比如说他跟你讲了一个很美好的故事 他说我的目标要做手机 但是在做手机之前我先要做电话机 我要把电话机做好了我再去做手机 你们几乎每天都会听到这样的故事 我就经常问的问题是 你为什么不直接做手机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做电话机以后才能做手机呢 他说做手机竞争很激烈 我需要很多钱 其实今天资本市场真的不缺钱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看到很多很多的报道 就是我们的银行里撑了多少钱 全球的资本都在发了疯的在挖掘 哪里有赚钱的机会 只要有一丝的赚钱的机会 钱就像水一样涌过来 最关键是你能告诉这些投资者 你能帮他挣钱吗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第一点你要做什么你就直接去做 当你来给别人谈说 我要做手机之前 我先要做电话机 千万别这么疼